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嗨 大家好 这一课呢我们继续来学习变形器 那么在上一课当中呢我们已经讲完了这个网格工具 从这个挤压伸展开始讲起 好 那这里呢我先创建一个立方体 然后可以把它分段加高一些 来个30乘以30 30 OK NB一下把它给C掉 这里呢按照Shift的键点击它让它作为子集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参数 但你现在调它没有反应 你第一个需要调的是这个音子 把它调完之后呢剩下这些参数 你就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效果了 好 第一个呢是顶部 顶部的话呢就可以控制你顶部当前的它的一个范围 你可以这样去控制得到这样的一个造型 那么下面这个中部呢就控它中间的一个范围 好 这个很好理解 下面这个呢就是底部 对吧实际上你看就是 哎 顶部中部底部 就很简单 可以把这个立方体给它再拉高一些 下面这个呢是方向 就是说当我们把这方向给它关到0的时候呢 或者说到-100的时候呢 它两边会进行一个膨胀 你就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特殊的形状 而如果是中间0的话呢 它就是正常那个范围 中间不会膨胀起来 然后给它改小呢 就这样四周这个范围都差不多一样的 那这个就是它的一个方向 控制当前这个方向 好 然后下面这个呢是因子 这个因子呢就可以得到它这样拉伸的一个效果 弄得越高的话它这个拉伸就越厉害 然后相反的它又会给你压扁 但是这里呢就不要给它最小 最小的话它就是一个全屏的这样 它会出问题 包括这个也是 好 我们就大概中间这个范围一个值就OK了 再看下一个膨胀 膨胀的话呢就是可以 让它这个衰减的一个范围的效果进行一个调整 那比如说我当前让它是一个膨胀的感觉 你可以用膨胀让它这个范围更扩大一些 如果是收缩的话就可以让它更收缩一些 那这个就膨胀的一个效果控制它这个弧度的 好 然后平滑起点 就让它这里有个圆角的感觉 那么对应的中点就这里 对吧 好 下面一个弯曲 就是可以给它这里改成一个比较直角的感觉 可以这么着去 控制它的一个弯曲程度 然后最下面这个呢它的类型 默认是这个平方的 你可以给它改成这种立方的 你可以看到它这里 它这个角度是不一样的 不同的 比较有意思的呢 就这个样条 样条的话你可以按住Ctrl键 去给它额外增加它的一个细节 你可以通过这个曲线去控制的 比如说上面再小一些 好 你可以这样对它进行一个调整 然而你要是不想要哪个的话 你就直接选择它Delete键 给它删掉就OK了 然后这里你可以匹配到腹肌 匹配到腹肌这里 可以就是跟咱们正常一样 那个编音器匹配的跟你腹肌一样大小 好 那么这个就是它所有的这个参数 你可以呢 用它做一些这种特殊的动画 像这样的动画 你都可以去给它K一个针 比如说像这种造型 对吧 它进行了一个这个变形呢 然后这样的一个压缩的感觉 可以用这个因子去实现膨胀啊等等的 OK 那么这个就是挤压伸展 它的一个功能 然后呢 后面还有这个衰减 衰减你可以用各种类型 比如说这个无线的话 就是全局的 就整个都受到这个影响 然后造波的话呢 就以这种造波的形式 黑白贴图造波的形式 你可以按一下T键 给它变大一些 你控制的实际上 就你的造波的一个范围 然后下面这些是它造波的一个参数 这个就跟控制造波参数一样的 所以这里呢 就是不用去详细说了 大家一调就明白了 好 还有这个圆柱 以圆柱的形式 控制它的衰减 圆环等等的 方形 球体 那么这里最常用的呢 就是这个无线和这个 这种这个圆柱 还有这个球体 线形 这几个是最常用的 以这个线形为例 你可以做这么着一个消失的动画 就中间这个红色呢 是它这个射减范围最强的 黄色是比较弱的 然后它射减方向呢 是这个按这个箭头来的 你可以这样去控制它也OK 就只要在它这个射减范围之内的东西 也就是说呢 在它这个范围之内 在这个框之内才会受到它的影响 那么在这个立方体框之外的地方呢 是不受到它的一个影响的 这个就是它衰减的一个作用 那例如说改成球体 它要以球体的形式 中间是最强的到它外面减弱的一个形式 可以看到就会得到这样的一个效果 OK 那么这个就咱们把后面这个射减也给讲了哈 同样的射减你可以控制它这个 用参入去控制 你也可以呢 用这个样条去控制 都可以 那就Ctrl键在下面加点 但这样控制的话就太乱了 因为这个油体像东西太多了 就让它Delay的给它删掉 再看下一个溶解 按住Shift键给来个溶解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模型就直接进行那个溶解的效果 好 这个衰减都一样的 就不看它了 先看这个强度 强度的话就从0到100 它是一个融化下去的一个感觉 但是呢 现在这个坐标我们看一下对不对哈 现在是对的 那例如说当前你这个溶解 这里 我们把这个坐标呢 再往下拖动一些 它呢 就会整个的进行溶解 因为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它现在这个强度溶解 就把咱们这个东西给它变形了哈 但如果把这个先给它关掉 给它往下放一些 好那这个时候 我们再去调它的一个 这个强度 你就会发现原本的这个立方体 它会比较高一些 也就是说它原本这个形态得到了一个保留 那这个时候再去调它这个强度 会更自然一些 不然的话 你像之前你这个溶解的范围在这儿 就给它变矮了啊 就这么一个意思 也就是说应该从它完整的一个底部开始的 好强度就让它去融化 然后半径呢 就它中间这个衰减的一个融化的范围 你可以看到 这样的一个范围可以控制 垂直随机呢 就垂直方向有些随机 半径随机 就半径方向 整个半径的随机 以及溶解尺寸 你可以自己去控制 比如说小一些大一些 就你可以去控制了 包括这个噪波的一个缩放 当前我们这个形态就一个噪波 我们可以去增加噪波或者说减少噪波 来控制它的一个细节 那这样的话呢 你就可以得到一些 像这种特殊形态的东西 例如像这种模型 你就可以不需要用到布尔的 直接可以用到一个溶解 就可以去实现它 剩下你可以自己再调一调 同样的这个衰减也是生效的 例如说只是局部的地方 有一些这样的效果 OK 一般最多来说呢 还是让它做一些这种物体融化的效果 会用到这个溶解 继续来看哈 这个爆炸 那这里呢 我去换一个模型 这里我们调出内容浏览器 这个内容浏览器官方预制库弄会发给你们 就直接调去里面的模型就OK了 看一下O最大化 好这里你可以再去试一下这个溶解哈 就像一些这种 终结者那种液体人的一个 变成动画的感觉 对吧 就那种人他就是 刚开始一摊液体 然后慢慢 也变成了一个人的感觉 做一些这种东西 Android Shift键给它添加一个爆炸 第一个强度 就是让它这个整个模型呢 就全部都进行了一个破碎 它这个轴向呢 就是往它发现方向进行破碎的 第二个呢是它的一个速度 速度的话 就是说它这个破碎的一个速度 它的一个距离 你可以这样去控制 你可以让它往里收缩 还是说往外去扩张 然后强度呢就是它破碎的一个强度 但你会发现哈 我先把这个爆炸给它删了 当我没有添加爆炸的时候 它这个平滑着色比较消耀生效的 一旦说我们去给它添加一个爆炸 然后例如说我去给它调一调 它的这个强度啊什么 再调一调 那这个时候呢 它这平滑着色的这个标签 就已经感觉就已经失效了 但如果你要给它改到零的话 它就又是一个这种状态 那实际上呢这个效果就跟 我们选了它所有面 鼠标右键 给它来一个这个断开连接 把保持群组关掉 完了之后呢再用一个效果器把它给炸开 是一样的道理 好继续回到这个爆炸 你可以通过这里 例如说把它速度关掉 你就可以直接这样改它强度 控制它当前模型的一个大小范围 然后这里改它的一个速度 那这个角速度呢 就当前让它有一些这种旋转 通过这个速度让它去进行一个旋转 可以看到模型这个片啊 进行的旋转 你也可以把这个速度去给它关掉 然后只对它进行一个旋转 也是可以的 那这些呢 你都可以去给它K一个动画 然后终点尺寸 就是让你这个模型 它的终点方向是否进行放大一些效果 当前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模型呢 就进行一个缩放 进行一个放大 好这个一般来说给一点点就OK 随机特性就让它有一些随机的效果 例如说这个速度呀 然后它的角度呀尺寸呢 就综合的有大有小 有的旋转方向不一样 就更随机的一个特性 包括呢它会影响到你当前一个速度方向 你看例如说我现在去 把它这个随机特性增大的话 它这个碎片发散的行 它会有一个方向去行走的 例如说我把这个速度再增大一些 角速度也增大一些 它有一些随机方向呢 这个就是这个随机特性 你可以看到 之前是一个人的方向 然后现在呢 就有一些这种随机的感觉了 好 那么这个就爆炸 它呢一般是可以作用于 就例如说你做一些那种 有一些碎片的装饰啊 或者说那种节日气氛的装饰的东西 你可以去从中取一些这种碎片放进去 那么另一种呢 就是最常用的 你可以让它做一种 这种爆炸动画 但是呢 呃这种方法 它一般来说 都是形成的一个片 并不是一个厚度的模型 如果是这种类型的话 你都可以用这个细分曲面 就是这个模拟布料里头 咱们用这个布料厚度 布料曲面 创建一个它 把它给扔进去 扔到这个布料曲面里面 给它一个厚度 这里给它增加了1 那这样的话呢 你就可以得到这种带有厚度的 但是我当前这个厚度太大了 给它来个0.2 就是这样的感觉 看起来可能会稍微有点恶心 因为这是一个人物 我可以把它给删掉 嗯 好 那么这个就爆炸 继续看下一个 下一个这个爆炸FX 呃 那这个参数呢 它会比较多一些 按住Shift键 它呢可以模拟一些这种 就是 更真实的爆炸效果 并且它有那种体积感的 咱们前面那个 它不是一个片吗 但这个呢 它是有厚度的 呃 这里的话呢 我以一个 呃 这里可以先看一下 它这些都有厚度的 这样的东西 我把这个人给它换掉 换成一个立方体 这样更方便咱们去展示 这个30乘30的这个分段 好 塞掉它把它布线可以显示出来 啊 中间这里分段给的有点高了 啊 就这样吧 然后这里的话 按住Shift键 给它添加一爆炸FX 首先呢 先把它给进行一个缩小 这个时候你就已经可以看到它的效果了 那么你缩的时候呢 你控制的是它中心这个 它这个衰减 但是外面这个绿色的 为什么没有控制 因为它是一个时间范围 就是 这里 我们去调的时候就可以看到 这个时间 当我去调整的时候呢 它这里时间也会进行一个调整 那么这个时间控制 就是说你最大 它影响那个范围 可以让它大一些 当然了 你也可以去给它开个动画 里面刚开始没有效果了 慢慢的去增加它 啊 这样也是可以的 好 继续往下看 这个爆炸强度 啊 就当前它这个爆炸的一个强度 这个还是很好理解的 由于我们刚才那个碎片 它飞得太远了 啊 现在你就可以看到 对吧 它爆炸的一个强度 可以把这个范围给它 弄得再大一些 好 这个是根据你当前单位来的 所以我 给个这个个位数 它已经非常明显了 就它爆炸强度 然后下边这个呢 是它这个衰减 啊 就当我把这个衰减给它 改小的时候呢 它还是比较贴合的 但当我把它改大了之后呢 它这里 就会是以这种衰减 更小的一个形式 进行展现了 可以看到 控制它衰减的一个范围 好 然后变化 就让它有一些这种 呃 高低的变化 在这里可以看到哈 这样的一个变化 方向 就现在咱们是以各个方向 都全部的 你也可以让它紧X轴 或者说是 除了X轴 排除X轴 或者紧Y轴 你也可以自己控制 比如说 这个紧Y轴的话 它现在控制的就是 就像它这个Y轴方向的 这里的话还是用全部 然后是变化 变化的话 就有一些这种 这种方向的一个随机的变化 好 然后冲击时间 就是 就是当前我们控制它 冲击的一个时间速度 你可以这样去控制 下面这个呢 就是它的一个冲击速度 当你发现 你控制这个冲击速度的时候呢 最外面这个时间 它也会跟着 进行范围一个变化 但是呢 你会发现 它这个数值是没有变的 实际上你控制的只是 当前它这个扩散的一个速度 这样的一个东西 它冲击就往外的 冲散的一个速度 好 然后这里呢 有衰减 控制它这个衰减范围的大小 然后有一些变化 就衰减这种 随机的一个变化 你可以控制 以及它的这个冲击范围 这个冲击范围很好理解 就是我们当前是否影响到 它的一个最大范围 这里有两个范围 一个是红色的 一个是蓝色的 当前我们控制的 是这个红色区域的范围 那么红色区域范围呢 就它比较核心的这里 你可以这样去控制 那么蓝色的呢 这个就是控制它外面 这一圈的范围 这里的话 我去调整它重力 重力可以控制到它 可以看到这个蓝圈 进行的一个变化 然后呢 我们这个重力啊 你可以去调整它的一个 这个速度呀 就增加它的一个速度 以及它这种速度 一个随机变化 那么回到这个处 这个速度的话 就你可以去调整 当前我们模型的一个厚度 就它爆炸影响范围的厚度 并不是说你本身 模型的厚度 就也就是说 在这个范围之内呢 它这样的一个厚度 然后这里呢 是它下面这个厚度的 一个这种范围 例如说把它增高一些 你可以看到 它会有一些这样的变化 这种比较随机的变化 就是它这个厚度啊 会一些随机 然后密度 就是说我们 当前这个爆炸 对这个模型 例如说 你这个密度越高呢 它这个 爆炸效果 就会越微弱一些 当然你密度 越小呢 它这个爆炸效果 就会越强烈一些 就咱们平时 这些物体呢 它都是 这个密度是不一样 例如说一个 炸弹对吧 扔到水里面爆炸 或者扔到 这个泥土里面爆炸 它效果都是不一样的 好 然后这个就是变化 下面一些这种随机的变化 促方式呢 就可以以这种多边形的方式 还是说是以这种自动的方式 或者说你也可以给它设计一个选级 去给它转进去 都是可以的 好 这里的话我们就 可以看到这个选区加多边形 这个非常酷哈 可以模拟出来这样的感觉 好 依然是这个多边形 然后下面这个消影 就是说它 比如说这个波炸快要消失的时候 它会缩小 就会变小一些 然后这里的话 你可以通过这个时间去控制 比如说 你可以这样开个动画 然后做这样的一个效果 慢慢的 它这个范围之内的东西就开始消失了 就开始的时候 它是一个什么状态 然后延时呢 到一个什么状态 这个延时呢 就控制它这个时间的范围 你看例如说我把延时增大了 我现在调整它 这个变化就会很微弱 因为它这个延时的范围很大 但当我把它改小呢 你就可以看到 现在这个就会非常的敏感 所以说我会把它改到一个比较 综合的一个值 这样就会比较自然一些 当然这个是根据具体情况的哈 好 下面这个重力 刚才已经说到这个加速度了 加速度的话 就是说 当往这个物体呢 它会往下坠落的一个这个速度 然后变化 就是有的地方呢 受这个重力强 也有地方受重力弱一些 包括你是往哪个方向 现在是Y轴方向 你也可以让它往X轴方向 这个时候它Y轴呢 就不会往下去坠落了 这个都是一样的 当然正常来说肯定都往下落了吧 你这个个别的 你可能说给它来一个往上飘的感觉 实现这样的一个效果 这个的话你可以做一些特殊的东西 比如说地面 穿出了一个什么生物 把这个东西给它顶开了 就这么去实现 然后这种变化呢 就一些它范围的一些随机变化什么的 当然呢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模型呢 它爆炸完之后 它都是一个方向的 我想它有些旋转 你就可以控制后面这个旋转 把这个速度给调一下 好那么当前它这个这个范围之内的物体 就会进行那个旋转 你可以控制它这个衰减 以及它这个变化 这样的话可以让它更多物体 得到这种旋转的一个效果 然后它这个转轴呢 也是各种方向的 你看它调整哪个方向 好那这是它这个变化 最后一个呢就是这个专用 就当我们这个前面控制 都是它上下左右一方向对吧 但是你还可以再配合它的风力 就是说这个风往哪边吹 比如说到达一定程度之后呢 去给它开一个风力的动画 然后就把它这个东西去给它吹走 而且呢它还可以去配合这种螺旋 你还就是吹的时候 还带点这种龙转风的感觉 就非常有趣 好那下面这个就是它这种随机变化 实际上就只要你看到这个变化 它就是一个混合值 它的一个随机的变化的效果 OK 那么这个呢就是它的一个所有的这个东西 参数 然后这里呢一般来说咱们是用整体时间控制 它也可以以这个距离的方式去控制 好这里我们去K个动画去演示一下 包括这里你可以把它这个范围呢再改大一些 OK 你可以用这个自动距离关键针 你也可以去手动K针 都是可以的 然后到时针的时候呢 让它飞上来 这样我就省得再去点了 因为它会比较方便一些 把它再K大一些 好 然后它这个时间范围就扩到一个最大的感觉 OK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去播放一下 你就得到这样的一个效果 然后你可以下面再穿一个什么东西 比如说我穿一个 嗯 这种球体啊 这类东西 就可以配合它去使用 这个时候它就顶开了 就顶到这儿了 好给它再放大一些往上飘一些 OK 你就可以去模拟这个动画 就这样的一个意思 嗯然后这个范围呢 你是可以对它进行一个隐藏的 直接双击它就可以了 我们来播放一下 好 那么你就可以把中间这个球体呢 去给它替换成一些像那种 生物类的东西 或者其他那种 破土而出的感觉 就OK了 OK 那我们把这个爆炸FX 剪完了 再看剩下的内容 这个破碎 这个破碎相对于这个爆炸FX 就相当简单了 我们这里去创建一个 还是创建这个小人吧 按按着Shift的键 创建一个破碎 好 填完它的讲度 你会发现这个破碎呢 跟咱们这个爆炸 它是非常像的 只不过呢 它是有一个这个方向的 你看它是往下下落的 这样的一个破碎的感觉 毕竟它下落完之后呢 它会在你当天这个平面的位置 往外去就是发散出去 它会有这样一个效果 那么这个是它主要的一个区别 主要到这它会发散出去 并且它会伴随着消失 它就为了模拟这种破碎的效果 然后你要觉得 当前这个破碎呢 它方向太均匀了 同样的 你可以把这个角速度去增加一些 那一般来说的角速度呢 就刚开始你不要去管它 然后慢慢它下落的时候 去给它增加 这样去给它care动画 以及它这个终点尺寸 这个一般是不用去改的 因为我觉得增压完它之后 变大了就很假 除非说你要那种特殊效果 你可以去调整它 然后随机特性呢 你可以去给它来一些 那这样的话就是 它掉落到地上之后呢 它有些这种随机的方向 不然它还以这种人的方向 这个就是随机特性 好 那么讲到这里呢 咱们这个编戏啊 就到这些编戏 就全部都讲完了 然后到下一刻 咱们把下面再讲一下 实际上这个比较复杂的 也就是这个爆炸FX 然后剩下大家自己去研究 理解一下 就按照我说去调试一下 很快的你就能明白它的一个道理 OK 那么感谢同一们的观看 咱们下一刻见